国内疫情再度趋缓 10月3号本土加铃 境外个案下降 没新增死亡案例 而且连四天本土加铃 民众关心的口罩政策 确定松绑 一些例外的情形 可以免于戴口罩 10月5号起 农林荧幕工作者 在工作场所无需戴口罩 但口罩仍要随身携带 借助他人时要戴上 并保持社交距离 至于一般民众 开放到海滨 山林森林游乐区 在保持社交距离前提 可脱下口罩玩水爬山 但到温泉也吸泡汤 仍需戴着口罩 周末假日景点走一趟 山上涌现人潮 来到海边 社交距离更难防 而且不少游客都没戴口罩 考量经济效益 不止口罩政策松绑 接下来10月5号 是否维持二级 八大场所 像是KTV桌游店等松绑措施 相关细节 指挥中心将在10月4号公布 而新北市开第一枪 率先宣布八大场所新规 防疫政策放宽后 疫情能否持续趋缓 也持续考验民众的防疫耐力 第二张正面杨 向于SNG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ogen语 优优独播剧场上 《燃焯逅》 感谢观看